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秀老师 我记得晋仁河第一天 你带领我宣读《医者誓言》的时候 第一句就是 对于传授我医术的老师 我将像父母一样敬重 可是誓言后面还是我 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 也绝不受益别人使用它 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 清清白白地生活 这些誓言一直在我心里回响 可是自从三十年前那天开始 他就时刻刺动着我 我其实 不配做一个医生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日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日 协迫药房主管曹广印 伪造了一份取药单 把利多卡因 改成了秦媒宿 把这件事情 全部推到了护士张淑梅的身上 他被调查组认定为这起医疗事故的 唯一责任人 后来张淑梅一直在申诉 但是我跟秀敏奇 从来没有说出真相 曹广义也在多年前离职出国 最终 张淑梅精神失常 自杀甚亡 现在 我在人和医院全体同事面前 说出这段往事 是因为 我说服不了自己的良知 也欺骗不了那些 见证了事情真相的眼睛 更无法面对 那些从往事中走出来的后人 这就是那张真实的取药单 上面写着 与档案里的证据完全不同的内容 它表明当时张淑梅在药方领取的 是利多卡因 不是秦媒宿 三十年前那个晚上 张淑梅离开仁和的时候 她是多么的绝望 秦老师 我们不要再错下去了 聂洪善 我们俩三岳的闤第二 我们俩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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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 goddess 这个事从何说起啊 三十年前张淑梅从药房领取青霉素 注射给病人陆中和致其过敏死亡 原本的病历 医嘱 手术记录 需要单据全部封存在档案当中 据调查组核实此起一两事故 事实清楚 证据真实 材料完整 我愿对其定性准确 出发适当 程序合法 人和医院当事领导认为张淑梅一向工作认真 此事实为工作事务 除对她行政既大过处分之外 加了工作岗位 转到图书馆 但是张淑梅同时拒不认错 一直声称自己被诬陷 从此违反劳动纪律 缺稿离职 四处申诉 直到后来被劝离 这么件简单清楚的医疗事故 我今天在这儿翻出来 有什么必要啊 你就可以去适当下 我认识这个地方 你不是太多了 你怎么看 我认识这个地方 就是马淑梅 你还是在说 你怎么看 那句话 你怎么看 我认识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 当时住院医师中西北 曾经宣称自己看到张淑梅取出的是水迹 而不是粉针 但是经过现场调查 陆中和的病房内 并没有水迹利多卡因的按部品 只有使用过的青霉素的吸灵品 仅凭他一人正眼 无法证实此一说法为可行 所以 陈希 陈希 你刚才说 你父亲是一个青霉素严重的过敏患者 并且由此推论他对利多卡因过敏 好 这我理解 但是据此就来推论当年张淑梅的申诉说法为可行 这两者却无因果逻辑 什么意思 对于不讲 即使你父亲真的对利多卡因过敏 也与本案无关 因为他接受注射的根本就不是利多卡因 而是秦美素 还有什么 需要单 我来看看吧 我看看 我记得你 对我刚说过 本案的原始材料 经由当时的调查组 认定真实 并没有任何篡改 跟鬼造的嫌疑 时隔三十年 你突然拿出这么一张取要单 而这取要单据上的签署人 张书梅已经去世多年 曹广义不知身在何处 那谁能证明 是档案中的一张取要单是真 还是这一张是真的呢 他快点 哪会能证明 哪会能证明 还是正常 哪会要证明 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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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哪有 哪会 哪会 哪有 四个多月以前 张树没带儿子小丁 现在叫庄树 应骗来到任何行医和指教 他找到钟西北 但是就和现在一样 他也没有有力的证据 能推翻当年的调查结果 他只是请求我们 凭着医者的良心 能输出当年的真相 而我们放不下名誉 身份拒绝了他 最后庄树患上了抑郁症 离开了中国 秀老师 我在一态众人瞩目的 废医师手术中 向媒体撒了谎 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学术造假 在我当院长期间 我隐瞒了药饮酒饮 手术中差点酿成大错 提前退休了 名誉地位 我是一无所有的 你觉得我为什么 又有什么必要站在这儿 诬陷你 当年这件事情 事实清楚 结论已定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疑点 还有新的证据值得再去反驳 其实有人 再有什么相关的线索 我也希望他 通过正常的渠道 去反映情况 而不要再出现像这样 有损人和医院荣誉的行为 这么一个简单的医疗事故 一个 不该发生的悲剧 他带给我 还有人和医院所有同事的 应该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 痛定思痛 直面问题 尊重科学 而不是在这么一个场合 互相构陷 很职责 你今天既然拿这个事来问我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休敏期从一无始于载 始终无愧一个一者的良知 我的话说完了 和医院里相优算 小美琪 她可是救了你女儿 好 杨院长 走 杨院长 这位是 杨院长 会议结束了吧 我们是世卫纪委纪委的 今天 想就人和医院的医疗器械采购问题 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不知道 是哪批器材呢 先锋公司 您熟悉吧 熟悉 很熟悉 副院长 您来了 修老在里面 老师 当年 曼祖废在人口死亡原因当中 长期畏惧前无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 患者还是一步步地恶化 死亡 好像除了移植 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救他们生命 作为胸外科的医生 我不甘心 既然肾脏 肝脏 小肠 骨髓 都能移植 为什么胸外领域对肺移植要却不够 1979年 北京团队完成第一例肺移植 虽然患者在术后 因为感染跟排斥死了 但是我看到了希望 既然手术能做成 既然患者在术后 能够延续数个月的生命 那就证明 这大方向没有错 胸外科的最尖端 肺移植可以被攻克 好 之后五年内 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肺移植的申请和研究 终于我的团队通过了考核 开展肺移植的项目珍贵批文下来了 那是老一年 一九八四年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陆忠和死了 死于一个 幽默无关的意外 死于一个 我们都不知道会致命的利多卡因 是的 这跟医疗事故毫无关系 如果按照普通医生的标准来讲 我们都没有做错 可是当时肺移植项目是最尖端的研究 需要最优秀的专家来进行的 那么一个给患者开利多卡因而致死的医生 会是最优秀的专家吗 尤其当时那个大外科主任院长 还都是非专业人员 他们能懂这个分别吗 他们不会给我们扣帽子吗 难道因为这个事故 我申请了五年的肺移植研究 要就此停止吗 我明白 我当时想的也和你一样 可张淑梅毕竟是无辜的 我们为了自己冤枉了一个人 让他死在了这件事上 我们为了自己 天哪 从八四年开展项目起 到第一例单肺移植成功 到第一例双肺移植成功 人和胸外壳挽救了多少患者 我们挽救的慢足肺 肩围肺 肺动脉高压 这些患者有多少 他张淑梅是谁啊 一个护士而已 如果我们两个当时 因为这个事而解职 那么有多少患者不能得知 让你丢掉生命 你想过没有 生命 是平等的 我们没有权力吸引任何一个生命 去换取医学科研的发展 就算是我们因此失去了 这次科研的资格 医学发展也不会停止 反而是欺骗与造假 才是医学科学最大的隐患 这次科研的资格 就值 如果让我重来一遍 如果时光可以倒退 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一天 我依然会做同样的决定 绝不会改 当然 我也知道 今天你们在大会上这样做 其实结果一定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我败了 因为 我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向媒体通报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这么多 谢谢啊 不好意思 我还有忙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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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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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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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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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